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 很多时候山是天欠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但有的时候山却能创造一条通道 赵山后是一条绵延八百多棟长的巨大山脉 它位于清兆高原的东北部边缘 虽然在当代它的名气没有横断山喜马拉雅那么大 但是数千年来 它却无数次的出现在了古人的诗篇中 它就是麒莲山 如果从高功夫看 你会发现就在麒莲山脉和它更北端的马宗山 河黎山龙首山组成的群山之间 形成了一条平坦而狭长的谷地 它全长约一千公里 最狭窄处仅有数十公里 犹如一条天然形成的大通道 它就是文明世界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对大多数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不管是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还是麒莲山的冰川 亦或是玉门关外久久回荡的诗词传说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对这里有些许的认知 但是这些也仅仅只是河西走廊的微小秘密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河西走廊 为何这条独特的地理通道 数千年来众然朝代更迭 却始终闻名于世 它在现在 乃至未来 又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只有当我们亲自踏上那片土地 才会发现更多关于河西走廊的秘密 河西走廊地主内陆 距离最近的海洋也有1300多公里 再加上周围山脉和高原的阻挡 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暖石气流 几乎无法搭到这里 这边注定了这片土地会常年干旱少雨 因此这一路上荒漠和戈壁随处可见 但幸运的是 河西走廊仍然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在山点 齐连山 亚洲中部著名的高大山系之一 它的山体微而雄伟 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最高的团结峰 海拔5826米 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地区 大量积雪中年不化 它们不断堆积 鸭石结晶最终形成2683条珍贵的冰川 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 占到中国冰川总面积的3.09% 而冰储量足以装满14个太湖 在齐连山北坡 那些冰雪冰川消融之后 汇集成了大大小小数十条河流 它们沿着河溪走廊四溪向东 形成了石阳河 我面前的黑河 苏洛河 三大内流河水系 就这样 高雄的雪山变成了巨大的水塘 这些河流一边汇集降雨 一边流向河溪走廊 一边又在改造地表 它们切割出峡谷 沉积出平原 雕刻出丹霞 彩丘 滋养其森林 草原 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地貌景观 也让河溪走廊成为了一条令人向往的景观长廊 我现在是在麒麟山下的马银河大峡谷里 脚下就是马银河的河道 千百万年以来 河流不断过旗的淋沙立石 冲出峡谷 在山口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扇 后来 河流在冲击扇上继续冲刷 在我的周围 侵蚀出了数百米高的崖壁 这些崖壁 局力光滑 从高框俯瞰 如如人工雕琢而成 而这样的超级工程 也只有这颗星球的力量 才能完成 更重要的是 这些冲出山区的河流 在沙漠戈壁上自由摆荡 鼓育出了一片片绿洲 这些绿洲土壤肥沃 水源充足 数千年前 便有人在此生息繁衍 他们放牧 种田 修建去春镇 当这些绿洲连接成串 便诞生了一条伟大的 文明走的 这里是祁连山中的一条峡谷 和其他的峡谷相比 这里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在2100多年前 张谦也曾走过 他从长安出发 从这里进入河西走的 然后一路向西 突破匈奴人的层层关卡 才终于第一次打通了从中原 通往西的大通道 您可能更无法想象 仅仅18年后 年仅19岁的霍聚病 也是从这里进入河西走廊的 他率领大军 大败匈奴 占据了河西地区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 武威 张业 九泉 敦煌 这河西四郡 也才第一次将河西走廊 纳入到了华夏版图 从那以后 中国的丝绸 茶叶 漆气 不断从这里走向世界 而西域的凉马 水果 香料 也陆续从这里 传入中国 我们熟知的很多诗人 李白 王维 陈森 都曾在这里停留住竹 他们写下了无数 快智人口的诗句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无数的画师 巧匠 也在河西走廊上 发挥出无穷的想象力 他们用塑像 壁画 和千变万化的色彩 创造了数十上百座石窟 留下了他们 那个时代的信仰和希望 正是有了无数个他们 一条中外互通 东西交融的大通道 才得以诞生 这就是丝绸之路 而连接中原与西 西域的河西走廊 也成为了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 尽管后来随着王朝更替 和海洋文明的冲击 这条通道一度陷入衰落和凋敝 但它所肩负的使命 千百年来却从未变过 在我身后 一列时速200公里的列车正呼啸而过 这就是2014年通车的南新高铁 它从兰州出发 跨过麒连山脉 横穿河西走廊 直奔乌鲁木齐 全长1776千米 是世界上一次建成最长的高速铁路 2021年2月8日 江苏徐州至连云港的高铁通车 这意味着 这条高速铁路 还将串联起乌鲁木齐 西陵 兰州 西安 郑州 徐州 连云港 构成我国八纵八行高速铁路网中 最长的横向通道 不仅如此 这里还有1953年和1962年 分别建成的龙海铁路和南新铁路 它们同样连接着连云港和乌鲁木齐 除了铁路 这里还有直接通往霍尔果斯口岸 就在我身后的连货高速和312国道 这些现代交通方式将内陆和海洋连为一体 甚至一路走出国门 它们在这条古老的走廊上 正在续写着全新的传奇 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越来越多现代科技的加持下 河西走廊正在释放出另一种澎湃的生命力 河西走廊气候属于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 这里干燥少雨 蒸发强烈 常年晴朗少云 日照时间长 所以光热充足 另一方面 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形与主力风向基本一致 当大风从开阔地带进入河西走廊时 空气因无法大量堆积 只能加速流过狭窄地带 于是便形成了狭管效应 风力也因此变大变强 以九泉为例 它位于河西走廊的溪端 这里年均风速2.3米每秒 最大风速可达26米每秒 风和光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馈赠 根据气象部门的评估结果 这里的风能资源储量在1.5亿千瓦 而光能资源储量更是近20亿千瓦 它们将成为这个国家最清洁的动力源泉 这是亚洲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 它的设计功率在10万千瓦 年设计发电量3.9亿度 它分为两大结构 一个就是中间高达260米的极热塔 另一个是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定日镜 从高空府看 超过一万两千面定日镜 整体排列在沙漠戈壁上 每一面定日镜都可以自动调整角度 它们可以将不同时刻的太阳光 始终反射到中间耀眼的极热塔顶 塔内的熔岩因为吸热而升温 然后再用水冷却熔岩 便能够产生大量蒸汽 从而推动齐轮机产生电力 简单来说 就是用太阳能烧开水 为了将这些电能送到负荷中心 一条条越发强大的电力输送通道 应运而升 包括2014年建成的 从新疆哈密到河南郑州的 正负八百千伏 2017年完工的 从甘肃九泉到湖南湘潭的 正负八百千伏 和技术难度最高的 从新疆昌吉到安徽宣城的 正负一千一百千伏 三条大名鼎鼎的特高压制留书点工程 以几乎平行的方向 在数十米的高空 沿着河西走廊向东绵延而去 而沿着河西走廊向西 便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盆地 塔里木盆地 茫茫的荒漠之下 聚集了全国百分之十二的天然气资源 他们历经亿万年的地质演化后 深藏于远古地层中 如今正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喷涌而出 沿着一条四千多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 穿过河西走廊 流向沿线的甘肃 宁夏 陕西 江苏 上海 共十个省区市 这便是2004年就建成的 西汽东枢一线工程 在我脚下2米多深的位置 就是西汽东枢一线管道 身旁不远处还有西汽东枢二线 三线 以及西部原油和西部成品油管道 共计5条大型管线 他们每年可以将770亿立方米天然气 和3000多万吨的石油 送向人口和产业密集的地区 其中仅舒适的天然气 就过上海使用8年多 河西走廊也因此变成了一条 规模庞大的油气通道 当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10公尺度下 重新认识河西走廊 才能发现它真正的丰富多彩 在这里 地表之上的古长城 历经岁月沧桑 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 却依然能够绵延千里 而在地表之下 数以百亿计的天然气 正横穿长城 一路向东 一直送到宋街宫里外的千家万户 长城 管县 在这里 它们相隔千年 却产生了奇妙的交集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 这样的交集 就如同一个缩影 骑连山的雪水滋养的大地 古老的传说 在风中回响 飞驰远区的列车 绵延万里的线路 滚滚东流的能源 也正在写下新的故事 就在这同一片土地上 同一片星空下 一个了不起的河西走廊 一个腾飞的泱泱大国 这一澎湃的动力 划过数千年的时空 朝着我们共同向往的远方 不断奋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